很多人都以为孔子腰间别的是拐杖 但这其实是一把长剑 我们印象中的孔子是这样的 兽谷林寻 落不金风 张口闭口的都是劝人向善 但现实中的孔子是这样的 身高近两米 能徒手开城门 拥有一身武艺 却非要讲道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在当时那个人均一米六的时代 有一个身高近两米的大汉 身后跟着72位生命远洋的贤徒 和3000多个忠实的弟子 这样的配置放在民国时期 最起码也是一个地方军阀 所以儒家真的是坐而论道吗 或许真正了解孔子之后 我们就能打开一个新世界的大门 大家好我是白同学 今天我们人文片要说的就是 圣人孔夫子 以德抱怨 这句话经常被后人所诟病 为什么别人欺负我 我还要给别人送钱呢 但实际上这句话是 以德抱怨和以报德 以直抱怨 以德抱德 就是说对于那些欺负你的人 就需要矫正他的态度 让他充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另外孔子还说过 假如你有一个仇人 那就要卧草而睡 整顿而眠 假如某天无意之间碰上这个仇人 不用回家找兵人 直接就在大街上和他徒手搏命 所以真正的儒家不是一位求和 而是有降服他人的能力 却偏偏非要求和 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萌萌上 雕刻着三位历史人物的圣像 代表着三位影响世界的人 从左到右分别是孔子 摩西和梭龙 他们分别代表着凯撒的旨意 神的启示 和人类心中的善念 儒家思想确实存在很多弊端 但封建统治者 或者说是儒家承袭者所倡导的儒家思想 绝对不是孔子的思想 孔子是贵族出生 他的父亲叫做舒良和 被人称为是鲁国三虎将之一 曾经带兵打仗时 徒手举起过一个城池的大门 孔夫子也继承了父亲的优秀基因 身高近两米 武艺高强 剑法极高 另外还精通射箭和驾车 除去威武的身材之外 孔子的相貌也非常奇特 在《荀子飞将》中记载 重泥之状 面如蒙骑 这个蒙骑是一种专蒙驱轨的面具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近两米的个头 腰间别着长剑 脚下踩着战车 还长着一副连鬼都惧怕的样貌 另外在《吕诗春秋》和《淮南子》中还记载 孔子之近 举国门之关 孔子之通 智过一长虹 勇过一孟蹦 就是说孔子的力气非常大 可以举起一个城池的蒙栓 其中这个孟蹦是周朝的勇士 曾经徒手拉开了两头缠斗在一起的牛 看到这里你就会明白 为什么儒家和墨家能够成为当时的两大显学 因为在那个礼蹦跃坏的时代 只有孔子和墨子这两个人说话 别人才有可能听得进去 孔子三岁丧父 十七岁丧母 因为母亲是小妾 所以在父亲死后 他和母亲直接就被正妻赶出了家门 母子俩相依为命 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 在他那个时代 周王朝已经衰败 大大小小的中国国连年征战 社会阶层固化 矛盾频发 虽然百姓苦不堪言 但贵族却生活优渥 整个社会以财富和地位 衡量一个人的品行 完全失去了仁义道德 于是深受其害的孔子 就提出了三人行必有我事的人生格言 从来得出了一个叫做仁爱的观点 在一个缺乏道德仁义的时代 突然出现了一个倡导仁爱 并且由身体力行的人 所以孔子很快就吸引了一众追随者 并在三十二历之年 开始授徒讲学 想着打破贵族对于教育的垄断 让每个人都能平等地接受到知识 这样的举动 也直接得罪了鲁国贵族的利益 无奈之下 孔子只能离开鲁国 周游列国 并先后拜访了老子 长虹等人 改进自己的学派 在孔子游历期间 曾经碰上了一个叫做子鹿的人 这个子鹿好勇多狠 武艺高强 喜欢穿着奇装异服 就等同于是张飞的性格 他也听说了孔子这个人 认为孔子只是假仁假义 天天宣扬一些不现实的观点 子鹿非常厌恶这些假清高的人 于是就想着趁孔子游历时 去暴揍他一顿 有一天 孔子就碰上了子鹿 至于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史书上没有记载 不过自此之后 子鹿就变成了孔子的追随者 成为了七十二贤徒之一 子鹿之所以这样 无非就是两个原因 要不就是孔子把他暴揍了一顿 要不就是孔子用语言感化了他 但以子鹿这样的性格来看 应该是两者皆有 先是感化 子鹿不听劝告 无奈之下只能暴揍一顿再感化 这句话也经常会被后人摒弃 认为孔子这是在固化阶级 那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意思呢 孔子收徒之后 曾多次带领弟子们周游列国 当时的画面就是一个将近两米的肌肉大汉 带着一群生名显赫的弟子 驾着战车 劝说君王遵守仁爱之道 在游历之齐国时 得到了齐景宫的赏识 也就在这个时候 他提出了这个叫做 君君成成 父父子子的观点 这句话的本意是 君王要像个君王 成子要像个成子 父亲要像个父亲 儿子要像个儿子 人母应该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另外还有父母在 不远游 后人以为这是保守思想 空讲人意 不求进取 实际上完整版的应该是 父母在 不远游 游比有方 就游历可以 但要有个方向 目标和具体的时间 除此之外还有 民可使游之 不可使之之 后人以为这是愚民思想 愚民这个词是法家的作风 孔子的原意是 百姓只能去引导 不能用暴力去压迫 愚民思想和他的英才世教 本身就有冲突 虽然孔子一直倡导仁爱思想 但大多数君主 只是和他做表面朋友 都没有接受他的救乱方针 无奈之下 孔子又返回了鲁国老家 并在鲁国得到了一个 叫做大司寇的官职 在此期间 他还经历了舵三都 甲骨会盟等战役 曾多次带领弟子 与他国士兵晋升肉搏 也让其他诸侯国 真正见识到了孔父子的大名 一如甲骨会盟 指的就齐国与鲁国 想要重归于好 孔子发现后 一面拔剑掩护鲁国军撤退 一面又指挥鲁国军队 与齐国舞蹈家对抗 这才挡下了齐国君主的鸿蒙宴 两年后 孔子又迎来了舵三都之战 当时鲁国的体系十分复杂 国军没有多少权力 在国内含有孟室 书孙室 祭室 这三家势力共同掌权 这三家既是鲁国国军的亲族 又各有自己的封地和军队 随时有可能威胁到帝王的统治 按照当时的理智要求 清代夫封地的城墙 不能高于国军都城的城墙 可实际上这三家封地的城墙 哪家都要比国都屈服的城墙高 所以长远来看 必须要削减这三家的势力 由此出现了这个多三都事件 自古一来 肖藩必然会引起战争 所以鲁国的肖藩也并不顺利 一开始的书孙室还比较配合 但到了季氏一脉 就出现了问题 季氏的公山不扭不想接受肖藩 于是就领兵偷袭了国都屈服 鲁国国军没做任何防备 他也没料得公山不扭这么大胆 就这样 叛军成功接近了国军 就在这个时候 孔子前来救驾 并带来了一众鲁家弟子 亲自指挥了这场平叛战争 最终成功击退了叛军 这个时候的鲁家 才是一个拥有生命的思想学派 武艺高强 却偏偏要以礼服人 由于畏惧孔子的鲁家集团 齐国送了很多美女给鲁国国军 自此之后 鲁国国军开始天天享乐 不问政时 孔子的才能无法施展 无奈之下 他带领着弟子 离开了这片父母之邦 并开始了长达14年的游历生涯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听到这句话 很多人都以为是孔子看不起女人 其实这句话也有他的背景故事 孔子离开鲁国后 受到了魏国国军的邀请 结果去了之后才发现 魏灵公之所以邀请孔子 是因为他和他的夫人男子 想要借孔子的名声提高地位 这时孔子才说出了 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这句话实际上是在 针对魏灵公和男子 而不是小人和女性 因为战乱的影响 孔子在咒幽列国时 被困到了成菜之地 七天没吃上正经饭 弟子们一个个饿得晕头转向 但孔子却弹琴唱歌高兴得很 从这里也能看出 孔夫子的体力也非常人能比 当时弟子延回正在外面摘野菜 子鹿和子贡垂头丧气 他们说 我们咒幽列国倡导仁爱思想 但却没有一个国君能够接受 如今还要被困在这个 鸟不拉屎的地方 这不是线路绝境了吗 孔子说 这是什么话 我们倡导仁爱 在求人行道上成功 才是真的成功 这和处境有什么关系呢 在一个不讲人意的世界中 我偏偏要讲人意 那一定是要受尽苦难的 这也是我一直追求的境界 这句话通俗点来说 就如果大家都不用正经的方法赚钱 这个时候我穷 但我穷得胸怀坦荡 理直气壮 这个时候的孔子将近60岁 但仍能够驾车狂飙 为弟子们演示驾驶技巧 公元前484年 七国逃伐鲁国 孔子的弟子冉球带领鲁军迎战七国 最终获胜 冉球曾说自己的军事才能 就是来自于师父孔子 之后在冉球的宣说下 68岁的孔子结束了游历生涯 又重新返回了鲁国 但可惜的是 孔子依旧不被中营 到了公元前482年 孔子正满70岁 这个时候的他 已经达到了随心行事的境界 这一年 弟子延回和子路先后去世 孔子深受打击 常常回想起 自己带领弟子们周游列国的日子 公元前49年4月4日 子贡前来拜见孔子 孔子责怪子贡 为什么那么晚才来见自己 就像是父亲责备儿子 孔子说自己已经预感到了行其将至 可惜的是天下已无道久矣 时至今天 也没有人肯采纳自己的主张 七天之后 孔子因病去世 结束了自己匆忙的一生 可能孔夫子本人也没想到 自己倡导的思想 竟然能够延续至今 他更想不到自己一生奉行的思想 已经偏离了他所认同的航道 从那个人人向往的大同世界 变成了封建统治者掌控民众的工具 最后 孔家思想我们不评价 但孔子肯定是一个伟大的人 那我们今天的论就到这里了 我是白同学 我们下期再见